说说吧 为什么你不想去国外治疗 我说了 我在国内治得好好的 去什么国外吧 你看看 你这是沟通的态度吗 你先别急着否定 这不是多种选择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的呀 国外真就那么好啊 你们一个个都太幼稚 想问题太简单了 好好好 那你说说 你觉得国外为什么不好啊 为什么呀 去国外看病 这事说起来简单 那提计呢 可能我一个人去吗 你妈过得还得陪着 我们两个都是 语言不通 沟通有困难 而且我还知道 那位的诊疗结果 一等就是一个星期 再约医生见面 一等又是一个星期 那我们就这么 在国外 耗着 等着 没关系 语言的问题我可以解决 我陪你们一起去 我英语过四级了 简单的对话都是可以的 胡闹 你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 要毕业要找工作 怎么可以陪我们去啊 绝对不行 那就在医院附近租个房子 我们到时候请个翻译不就行了吗 请翻译 那得花多少钱 租个房子又得花多少钱 所以你不想去国外治疗的原因 是因为怕花钱啊 那就是冤枉钱 我凭什么花呢 那怎么是冤枉钱呢 那给你治病 那钱该花就得花呀 你知道 那是多少钱吗 在国外 光是诊疗 就得预付四万美元 那就是小三十万人民币啊 后续治疗的费用呢 再加上机票 吃住行 乱七八糟的 把这套房子卖了 加上我和你妈一辈子的积蓄 都怕要填进去了 值吗 值 只要能把你病治好 花多少钱都值 那又是治不好呢 治得好治不好 你和你妈 都还得生活 还得过日子的 你明天早上还有课吧 赶紧睡觉去吧 看看你妈睡了没有 问问她 明天早上想吃什么 我去买 你就随硬吧 干嘛不自己去哄她 妈 我 别哭了 林老师那个人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就是那么个倔脾气 你说你跟他生什么气啊 我也是 你说 你说他今天说那话 什么话呀 我我也生气 白瞎我们林女士对他一片好心 对不对 为他操那么多心 他今天这说的什么呀 今天给他点教训 不给他好脸色 只要李女士 你一声领下 我去给他弄个搓一板 让他跪下 严肃批评 撑罢了他 怎么样 傻孩子 别说这些 我怎么可能真的给你把志气啊 没志气 没志气怎么还哭了呢 小晓 你不知道 老林确诊的那天 高医生跟我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他说老林得的是低分化性爱 恶性程度很高 欲后差 一转移 一复发 只有天天都在我心里边转来站去 我有的时候 我连做梦我都能忘记 都哭了 哭了 其实他现在还能跟我吵 能拍桌子 我挺高兴的 这是不是至少说明 他现在好点了 是吧 其实我知道他怎么想 他就是怕 他舍不得这个房子 舍不得钱 他怕万一要是出国治疗了 钱花完了 他病也没治好 他什么都没有留给咱们眼儿俩 我什么都明白 都明白 都明白还跟他吵架 他这么想 根本就不对 他懂什么呀 他指编是为了他自己吗 是他随便说一句 他无所谓 他走了 他什么都不用想了 那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怎么办 你搞我的 要是为了我怎么办 不会了 林女士 我苦了好吗 我再去劝给老林好不好 去劝给他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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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晓晓 妈妈自己待会儿就好 我今天不太想看见他那张臭脸 你去给他找个被子给他铺上 让他在客厅睡吧 好 我去给他找个被子 让他在客厅睡 还有 你去把晚饭给他扔一扔 他晚上吃得太少了 放心吧 保证完成任务 不哭了 不哭了 林女士不哭了 你把我全都打了 我是打的 再次 想想几个月前 我最大的烦恼 还是老林不让我当乐手 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 什么困难都能扛 什么麻烦都能解决 现在才知道 我还是长大的太慢了 我要更成熟 更有担当 我要立刻成为 真正的大人才行 我要保护你们 林女士 林老师 林老师 你 昨天找我 有什么 高医生 我打算带林老师去国外治疗 转诊了 对 那边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要是想要医院存档的住院案例的话 家属可以凭身份证号和住院号 去变案室复印 但至于转诊那边认不认 我就不知道了 谢谢高医生 其实病例资料 阿姨她已经整理好了 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想要林老师当时详细的手术记录 他们那边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嘛 手术记录 顾 顾外 他正好找你 顾医生 你好 我是林志孝的师哥 少江 我们上次见过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为了林老师 我打算在林老师 去国外的癌症诊疗中心就诊 听说您这边是林老师的主导大夫 希望你能提供给我一份 林老师详细的手术记录 是病患家属让你来的吗 是我自己要来的 那他们知道呢 知道 阿姨也支持我在林老师出国治疗 顾医生 不是说我们不信任你的医术 只是我们希望多寻求一份帮助 多一份保险嘛 根据规定 病患的情况 我只跟病患家属 还有病患本人沟通 不好意思 我要去查询 等一下 贵上 给我提供一份手术记录 应该耽误不了你几分钟吧 你看我来都来了 你就行个方便吧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 病人的情况 我只跟病患本人及家属沟通 请问您是家属吗 现在还不是 但马上就是了 那就请你试的时候再来 既然顾医生不同意 没关系 无非是等阿姨或者笑笑 再来一趟 那时候 你总不能再拒绝了吧 顾伟 患者去不去国外治疗 是由他跟家属决定的 我们只能尊重他们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可喜 医院的规定你是 顾伟 你对这个患 不对 你对这个患者家属 是不是太过于在意了 上房去了 好 顾医生 二十九床病人找你 让你过去看看 嗯 好 他现在已经过去了 我的爱心早饭怎么样啊 哇 我可是精心准备的啊 都没有人吃呢 我实在是太伤心了 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仇啊 是不是 老林 我得批评你啊 昨天怎么回事 你知不知道 言语是最伤人的戾气啊 你说的那些话 就像是刀子 扎到我跟我妈的心了 能不难受吗 还有你林女士 那老林是病人 你怎么能这么对病人呢 是不是 哎 你们两个人啊 明明都是那么爱对方 为对方好 怎么就偏偏就吵起来了呢 就跟两个小孩似的 要我说 还没有小孩懂事呢 所以我决定了 从此以后 这个家 由我这个小朋友做主了 你 你做主啊 我的意思是 我们去国外看件事情呢 都先不要着急 我们一起商量以后再做决定 好不好 这就对了嘛 那赶紧吃东西 我做的这个粥可熬了好久呢 可不能伤我的心哦 我在老地方等你 好 两位小朋友 我呢 有事儿 要先去学校了 你们两个要乖乖的啊 不许再吵架了 知不知道 好 男人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留一滴泪 加油 老林 加油 老林 这小笼包 闻着挺香啊 真是挺香的 你要不 乘著吃吧 来一个 来 昨天 是我很不好 以后那种话我再也不说了 你 circuit 你别往心里去 你说我是为了我自己吗 我还不是为了你 是 是为我 是为我 不哭了 不哭了 是我不好 好吗 好吗 上脸吃一个 冷心烫 挺好吃啊 是点趁热吃 这东西还挺好喝的 我的腰 腰怎么了 不是 那个 沙发啊 一晚上睡下来有点不得劲啊 赶紧吃饭 吃饭饭我给你揉揉 真的 我喝点 来 烧教师哥 师哥 你怎么把我约到这儿了 我一会儿还有课呢 怎么 没事就不能找你陪我聊聊天 看你说了 当然可以了 你还记不记得 你高二我大一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不好好学习 整天拉着我往这儿跑 我可也是翘了课来陪你的 那个时候 那时候太不懂事了 经常麻烦你 晓晓 你以前 不会跟我这么见外的 那个时候 我还真的挺以自我为中心的 而且很幼稚 但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来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所以 那个时候你是每天都想见我 晓晓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 你是在麻烦我 我是很愿意来见你的 这些年 虽然我们联系不太多 但是你的很多事情我都知道 我一直都觉得你没有变 但这次回来 我觉得你变了很多 我变了很多吗 可能这四年我真的没怎么变 直到老林生病以后 我确实变了一些 成熟了 长大了 晓晓 这四年我都没在你身边 其实我当年出国我 师哥 你是个音乐天才 出国却那种顶尖的音乐学府深造 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换做我的话 我也会立刻退学去深造的 不是 我是说 我走之前 没告诉你 我是觉得当时你还小 还要考学 所以 但这些年 我挺后悔的 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 没关系的 师哥 你出国又没有义务告诉我 对吗 反而是我应该感谢你呢 因为你的鼓励 我才喜欢上音乐啊 因为你 我才考了音乐系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估计 我现在不知道干什么呢 前段时间 你带我去那个 爵士酒吧 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 真的 就得完全感谢你啊 师哥 我不能再跟你聊下去了 再聊下去 我这课又上不成了 我要再敲课的话 可毕业不了了啊 好了 没打算让你真的敲课 我叫你来 其实还是为了 林老师去国外的事情 你说 林老师她是怎么考虑的 如果决定去的话 我就开始把东西准备起来 也好和那边的专家 预约见面的时间 师哥 这段时间谢谢你辛苦了 但可能 我们还得回去商量一下 暂时给不了你答案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可以吗 好 我明白了 那你先去上课吧 下课的时候我来接你 送你回家 送我回家 跟你再说说 去国外治病的详细情况 好 那我去上课了 去吧 拜拜 拜拜 笑笑 跟我你永远都不用见外的 就像以前一样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好不好 好 哥 吃饭了吗 还没呢 这连州转一天了 两台大手术 这铁打人也受不了啊 要不去值班室 一会儿再回去吧 习惯了 我有点事先走了啊 加油 你说的我都明白了 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 好 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 哪怕是医学上的问题 知道了 上去吧 我走了 师哥 你怎么一直还在那边冷头啊 都把发型给弄乱了 这习惯这么多年不好改了 那我先走了 拜拜 病人的情况 我只跟病患本人及家属过头 我 我 请问您是家属吗 现在还不死 但马上就死了 哥 我 不对劲啊 你这个大忙人 不在医院也不在家 跟雕塑一样坐在这儿 有情况 有什么烦心事 你跟我说说呗 失恋了 依我看啊 十有八九就是失恋了 像你这种 大龄男青年铁树开花 最容易受到感情的打击 是不是因为那个 林志孝 不会真因为那个林志孝吧 是 什么情况 他那跟 跟跟那个小白脸跑了 那个小白脸除了比你年轻点哪比你好了 这 你不说话没有人把你当哑巴 我说 一个女人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听我的 我保证让你忘了她一根二清 走 没洗手 没洗手别碰我 哥 你说你在这儿抓心脑干的有什么用啊 那个林志孝没准喝那个小白脸 就在外边消耀快活的 还有哥 这个地儿 脏 没收拾 那边我给你收拾干净了 一定要有没有 那边的医疗条件都是顶尖的 我觉得过去治疗 肯定对林老师的病情有很大的帮助 我在国内治得好好的 去什么国外 有这么好的机会 当然要去试一试了 别人想去还去不了呢 我告诉你 我不去 只要把你病治好 花多少钱都值 如果决定去的话 我就开始把东西准备起来 也好和那边的专家 预约见面的时间 这边的专家 这边的专家 你一点都不嗨啊 这就是你说的 明天要开业的样子 不是 开业之前 叫朋友大家过来 一起去一去 没什么问题的 主要今天 都是为了你 开个派对 开这些家 把所有版导都丢掉 好吗 不行不行 过来 快 快 这个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哥 博士 医生 以后 大家有病 就找他 又帅 又治病 干啥 啥都行 哇哥哥你好帅啊 顾小怎么不早介绍我们认识啊 来 来 喝一杯嘛 稍微喝一点呗 来 哥哥给点面子嘛 来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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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 你过来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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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辛辛苦苦忙了 又刚进货回来 就看你在这儿跟我 叛啪派对喝酒啊 你拿着开业谁收拾 我 我收拾 别跟我笨 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美哥 稍微喝一点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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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 喝一点 走喝一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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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缴去 快点 明天早上9点过来检查 收拾不赶紧就完了 你已经失了你 不好好啊 对啊 又来喽 今天把这酒全都喝过 你怎么回事啊 什么情况啊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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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姑娘 你哥这怎么走的呀 我哥不在 我陪你们 好不好 这还差一点 去那边 我们去那边 走走走 走走 明天 明天就开业了 带大家今晚王儿尽体황花 对 咱 prze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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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顾医生 我先进去了 林志向 林志向 顾医生 你有事吗 我们聊一聊 聊什么 关于你父亲的事 到那边吧 你们要带林老师去国外治疗 你怎么知道的 林老师手术之后恢复得很不错 经过两次化疗 身体也在好转 按理来说现在应该是继续巩固的时候 如果你们现在带他去国外治疗的话 会耽误很多的时间 并不一定是好事情 首先 我不排斥另一种选择 那边检查手段很多 最主要的是 有一些试验阶段的靶香药 我觉得很适合林老师的病情 谁跟你说的这些 少江师哥 他还跟我说了很多 之前医疗上面的事情 他一个外号 应该不太清楚吧 他非常清楚 而且给我了很多资料 都是权威的资料 你就这么相信他 我为什么不相信他呢 他从头到尾都在为我着想 最主要的是 我想问他任何问题 都可以立刻找到 你父亲的治疗 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我请你不要感情用事 不要做出一些 很幼稚很鲁莽的决定 顾医生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说 我不为家人的身体健康着想 我在乱做决定对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你父亲的治疗 你可以来询问我这个主治医生 而不是去听一个外行人 指手画脚 询问你 顾医生您这么忙 我哪敢询问您啊 请请请 参观一下 不错吧 可以啊 你要不要吃 您的果汁 谢谢谢谢 你要吃吧 我先吃吧 三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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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呢 被林智孝拐走了吧 说什么呢你 谁管谁啊 我去找二五哥 你们在这玩啊 好嘞 你们俩给我解释解释啊 为什么知道 那肯定管他 怪我 今时你又干什么了 我早上化妆了 昨天我给你打电话了 你告诉我你在忙 三三跟我发这张照片 我看到了 你的确在忙 忙着喝酒消遣呢 你可真是一位好医生呢 喝酒怎么了 医生就不能喝酒啊 我这还开酒吧呢 你是他谁啊 你管这么多 顾湘 是啊 我不是他的谁 我谁也不是 既然顾医生这么忙 以后我们家的事情 就不麻烦你了 还有 我打算带我爸去 国外治疗了 师哥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我们随时都可以走 随便你 打扰我 笑笑不厉害 他在哪呢 笑笑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没事 那顾医生敢这么欺负你 我现在找他算账 他没欺账你 你别找他去算账了 我本来就不是他的谁 没有资格生气活难过 你们好好玩吧 我先走了 笑笑 笑笑 你干什么啊 那我被你撒气啊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送个顾向左上 下发照片 这个十九床的张泰国 画你的第一手注意一下 好的 哥你回来了 我正要找你呢 你下午有一台病例讨论会 你晚上有一台新家的收拾 老徐 是我 孤魏 你现在还在国外吧 这样的 我想跟你咨询一下 国外求诊的信息 对对对 你说 你说 对 胃癌 对 没错 你帮我查一下吧 如果有消息了 跟我回个电话 尽快啊 我这个事不要急 顾医生 这八音盒是怎么回事啊 你还喜欢听八音盒呀 哪找到的 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 你听高雅易说的 怎么会瞧得上八音盒呀 哎呦 不是不是给你 不是给你 谢谢你呢 但是这个礼物我非常喜欢 这是我收到的最喜欢的礼物 真的 你不喜欢听八音盒 当然了 又是你送的呀 对不起 对不起 可以了 嗯 可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